昨晚上下了一夜的大雨 早上起来,雨还在下 我赶紧到处去看一看 门前的这条路已经被冲到一条很深的水区 它顺着这条弯路直接流到下面的路上了 对我的房子是一点都没有影响 路上流下来这么大的水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 门前的这个小瀑布 今天也成了大瀑布 水流湍积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大的水源 所以呢 这个排水系统还是很顺畅的 这是我见到过这个河水 最大的一次 水把我这条路上铺的石子冲到了下面的水银路上 我赶紧用铲子在上面把这条水引到河里去 直接流到河里了 这下路上也就没有水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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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公的哥哥过来帮我把这些路上的石子清理到路标去 让这条大路先通畅起来 因为雨很大 这边已经停电了 但是对我的生活没有多大的影响 我用我的大铁锅烧柴火 做了一锅的土豆焖饭 我的生活就是这样自然 简单 没事的话也只是身居减处 过着苦素的生活 不在于一些琐事纠缠 将自己静下来 这样你会发现生活其实一直很美 这样才能更加懂得烟火的滋味 这下来 好 还吃了 这下来 还要点滚 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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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 五 五跟八 三 五 五inson 一 十 五 八 九 十 三 wiel的薄吧 五 九 八 八 八 二 八 三 八 九 五 八 九 八 两三 五 八 八 五 八 嗯嗯嗯